那麼 柯文哲說賴清德曾經找他 談深奧電廠 而且板凳還只做1 3分 然後意思就是說 要柯文哲支持深奧電廠 兩個禮拜以後說不蓋了 記得嗎 深奧電廠 那主要是為了蘇貞昌 是不是 蘇貞昌的選情 賴清德就否認說 我不是 你又不是蔣經國 我也不是連戰 李登輝 李登輝 李登輝當時去看蔣經國 說板凳做1 3分 對 所以我不必 你不必以蔣經國自居 柯文哲也沒說他是蔣經國 後來柯辦裡面就說了 說只是說賴清德這人很拘謹 而且天那麼熱 還穿西裝打領帶 所以說賴是自虐狂 那麼熱 還打那麼熱 那幹嘛老是穿西裝打領帶 意思是這樣 所以賴清德大概活了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就說 做1 3分之1 做1 5分之1 做1 3分之2 不是重點 是說因為這個人是拘謹的人等等 另外民進黨就說 柯文哲一再說謊就是重點 因為柯文哲說這不是重點 做1 3分之1不是說謊就重點 另外柯說他是開玩笑了 賴清德就說 你的國政是不是開玩笑 所以柯文哲就說 1 3分之1只是開玩笑 就講你很拘謹 你已經開始氣急敗壞了 民調現在很接近了 所以你就很緊張了 那賴清德呢 因為前一陣子都不太攻擊 現在又打藍又打白了 說柯文哲又在說謊 嗆侯友宜說 你以前都只會說好好做事 現在任何事情都罵我 什麼事情都追著我賴清德罵 柯文哲說 我的民調跟賴清德應該很接近 所以賴清德氣急敗壞 他說我哪有說謊 我講的都是事實 是他自己忘掉了 我沒有說謊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哪裡需要板凳坐三分之一 我是跑行程參加喜宴 我當然是穿西裝打領帶 這個議題不知道談了幾年 每一次都是在電視節目採訪的時候 說到我很拘謹 曾經登門拜訪的 是他來拜訪我 為了柯文哲聲稱自己板凳 只坐三分之一 前一天動怒回擊 這回公開活動是故意用行動證明 剛坐下來身體往後挪了些 是在告訴外界自己本來就習慣 做好做滿嗎 回顧當年賴柯會照片 好像也沒柯文哲說的 拘謹小心 只坐三分之一 反倒是相談甚歡 兩人笑容滿面 不過這畢竟是過去 如今柯文哲對於賴清德指控 也沒再客氣 當然那個本凳做三分之一那件事情 人家只是在開玩笑講他就那麼在意 我什麼時候說我是講經過自居 我怎麼不曉得 前人大也開始氣急敗壞了 副總統柯文哲說反正做三分之一 只是開玩笑 雙方隔空喊話沒交集 至於到底有沒有登門拜訪 深奧電廠儀式 柯文哲在反擊 賴副終於 終於有反應了 這表示我的民調應該很接近了 我怎麼會說謊 不會啦 2018年3月 我們見面好幾次 他都把我拉到旁邊 那個小房間裡面跟我講 那個深奧電廠的事 轉換的時候他都沒有解釋說 為什麼他之前說要改 後面不改 其實我也知道啦 當時只為了蘇貞昌的選情 柯賴各執一詞 唯一確定的是 政治圈朋友編敵人 再偏一粒 這個板凳座三分之一 也可以這樣子隔空交火 柯文哲他其實真的是 其實重點就是說 他說因為賴清德現在急了 絕對民調禁了 不是啦 賴清德之所以會這樣子的反應 是因為柯文哲他只要一張口 很多時候講的都不是事實 其實我確實也聽過賴清德副總統 他親口跟我說過說 這個板凳座三分之一 這個沒有這件事情 還有他還原當初 他跟柯文哲在見面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 已經台南市市長當到第二任了 柯文哲剛選上台北市市長 所以柯文哲去台南 透過葉菊蘭的安排 他們大家來見面 其實柯文哲是以一個 新科市長的身分 要去請教他 同為醫師的這個從政者 當時柯文哲就是民進黨支持的 也是廣泛的被認為是綠營的 賴清德他作為主人 他當然是去接待 這也是就是相談甚歡 他也說因為他平常參加婚禮等等 尤其他市長有很多的 正式的場合要出席 他這個人平常 又確實是比較西裝鼻挺這樣子 所以他確實是西裝鼻挺 這樣子去跟柯文哲見面 可是在他看起來 這是非常普通 非常平常的一次見面 可是隨著柯文哲每一次的轉述 就會把他越來越誇大 越來越誇張 到了變成賴清德是一個 沒有幽默感的 變成是一個很拘謹的 然後連跟他見面 都要這樣子非常嚴肅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其實是 到底做三分之一到底什麼樣 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柯文哲 他以來給人家一種印象 就是說他信口開河 他今天可以講這個 明天再講這個 今天跟明天講的不一樣 他也覺得不以為意 我覺得這一點 作為你要一個總統的領導人 國家的領導人 你要再選總統的話 這一點他誠信的問題 是他必須要克服的 否則他永遠都會給人家 這樣的印象 那這樣的話 這樣子很多這種 看似不是大事的事情 但是卻會跟其他人 發生很多的爭論 其實在社會媒體 大家輿論看起來 就會覺得柯文哲 真的講話太出爾反爾 太過輕浮 太沒有一個總統的樣子了 我覺得椅子做三分之一 你們說這不是重點 我認為是重點 為什麼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柯文哲是順風 他現在順風 你看他每天都非常得意 順風得意馬蹄 一日看遍長安花 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Enjoy Every moment of the campaign 他現在亂扯一通 不管是真是假 亂扯一通 明天聲量又上去了 本來民調要稍微掉的 又不掉了 你看做人的要做 這種程度實在有夠厲害 我當天碰到他 我當面肯定他 你說你實在有夠厲害 我現在肯定你 你一個人一張嘴巴 代表一個黨 修理一個大黨 他說不是 不是 修理兩個黨 你看他多多得意 我跟你講 你們不聽我的話沒關係 我跟你講柯文哲絕對不會成全國民黨 OK 那你的案子提出來 什麼我的案子 你的不是 你要拿什麼案子 不是 我沒有意義了 沒有意義了 好 安靜 對 柯文哲的確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在於是說 他講話就是會這樣子 會去調侃人家 然後聽在別人的耳朵 都是不舒服的 比如說他講這個陳菊 徐陳菊 然後今天又在講賴清德 不過我覺得說 為什麼他講什麼事情 好像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政治後果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就是說柯文哲他的出現 他就是打破了過去 所有的政治文化裡面的 城槍爛調 就是說大家已經非常的 很煩了 就是那種 官場上面的那種 官槍 官吊 所以一個柯文哲出來 講話都很直接 然後這個時候 大家就覺得好好玩 好有趣 反正很好笑這樣 就過去了 而且現在的台灣這種政治文化 非常非常的淺薄 而且像現在這個 網路時代上面的時候 其實民眾根本不太在意 不太在意說 什麼他的施政 他的台北市長做的 真的是不太好 也沒什麼施政的成績 他不太在意這個東西 他就看到的都是那些花絮 那些花的點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 他現在就是會受到 歡迎的這個地方 這年頭沒有什麼莊嚴 倒下不倒下的問題 倒下就倒下了 就是說輸了就輸了 而且國民黨的這個 廣泛的就泛藍的這個智者來講 他們都會為了 就會為了計較一些事情 你看像2014年的 那個九合一的選舉的時候 不就是很多的藍的那個智者 就很不滿意 馬英九不給那個年終慰問金 對不對 不出來投票 你們不出來投票 鄭文參當選了 所以不就是搞成了後來的結果嗎 然後很多的例子 這是屢見不鮮 但是我真的是要對於所有的 就是我們從1996年開始選舉 到現在 選了這麼多次的這個選舉了 就是說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真的都是要更謙卑的 要謙卑的去面對選民 然後要謙卑的去面對 要戒慎恐懼的 面對大選的時候 所有的會發生的這個狀況 也就在於是說今天如果再也不結合的話 你其實是沒有機會去政權人體的 再也結合了 你都還有可能有很多的變數會產生的 可是如果今天藍白的這個部分 不能夠整合出一個方案出來 然後推出一個好的一個候選人的話 國民黨也有可能在民調的 全民調的情況下會慎選 如果說不能夠整合出來的話 這樣子的垮會很慘的 因為國民黨就是有區域立委 和不分區立委的 到時候民眾黨這邊我就在很多地方 我就真的是給你提那個區域立委 你們就很多人就落選了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國民黨沒有莊嚴倒下的問題 就是倒下了 而且會倒的很慘 掉下來了 等下來了 你會不會跟她交一下 你會不會不會跟她逐漫的 看我也是 你會不會跟她交出來 你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